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167节 后花园里云叶和离石在散步 或许马上就要做老新郎的关系吧 脸上带着不常见的笑意 背着手在云家花园里指指点点的宛如自家一样轻松自如 云家的花园里自然全是花啊 这是奶奶特意让园丁栽种的 紫金迎春开的是醉燕 也是最热闹的 把院子里一角站得满满的 开的是满坑满谷 有丫鬟正在拿剪刀采花 这些都是调香的原料 结香 红梅 海棠 玉兰 才是花园的主角 这些带有浓郁香气的植物是云家钱财滚滚的保证 离石不停的欣赏着花朵 还不时的低下身去嗅一嗅 也不怕蜜蜂找他麻烦 踩一朵红梅夹在耳后 白发红梅相应成去自有一股洒脱的气质 云叶不喜欢带花 觉得男人带花傻透了 可是大唐却有带花的习俗 见新姑爷带花 那些没颜色的丫鬟还把花瓣往老头身上撒 一点都不知道爱惜原材料 回去后得发 离石笑得像个孩子 满是皱纹的脸 竟然有一股孩子般的纯真 这老家伙就要被妖怪了 眼睛里神光湛然 看样子就是自己死了 这家伙都不会死的 男人在花丛中总会生出一些怪心思 不管是真的花丛还是女人堆里 都有一种想要显摆的冲动 离石现在就是这样 师父对他来说 就好像从花丛里摘花一样 轻松的张口就来 农里繁桃瓜掩鸣 东风先入九重城 黄花翠满无人愿 浪得迎春 世上名 念完之后呢 自己还打着拍子 合着运掉 用鼓音 一压压压的唱了起来 一曲唱弊 见无人硬核 哎 有点失落了 就把眼光落到云叶身上 郁闷之气 从脚跟一直冲上脑门 诗歌吗 张嘴就来 二八家人 七九郎 潇潇白发 半红妆 扶酒 笑入 冤为礼 一束梨花 压海棠 这首诗听得离石 颜面上 青筋爆跳啊 云叶头一回发现 这老家伙居然会武功 这一爪子 就从墙边的老槐树上 抓下一块树皮 冲着云叶宁笑 作为好汉不吃 眼前窥的典范 云叶撒水就跑 只跑出两步 就被人家揪住 拨领子给提了起来 离石面对面的 问云叶 小子 从老夫醒过来 你好像就不高兴 一副恨老夫不死的模样 现在还知道 作诗来讽刺老夫 你就 没有什么话 对老夫说吗 这老家伙呀 现在似乎 对外界非常敏感 云叶自认 认为伪装的很好 谁知呢 还是被他看穿了 也罢 这件事迟早要弄清楚 一早不一迟 先生如果把新学来历 给我说清楚 小子一定高高兴兴的 为姑姑祝福 云叶一咬牙 把心里的话给说了出来 反正得田香子 也没有撕破脸 他不相信 离时会对他如何 离时面不改色 仿佛云叶的质问 与他无关 把云叶放在地上 问云叶 老夫出身 新学门下又如何 都是学问 只不过 殊途同归而已 你自己就是最大的异端 还有脸来 官敏堂皇的 问老夫 我才不管新学废学的 我只是不放心 田香子 这个人太危险 担心你和他有牵扯 将来会伤及云家和书院 云叶虽然不喜欢新学 但是在后世见多了各种各样的思潮 尼采的狂妄 这舒本华的悲哀啊 早就是见怪不怪了 要是告诉离时 这悟尽天泽 逝者生存 这么伟大的话 离时一定会瞠目皆舍 小子 老夫已识破识障 已自成天地 这世间 再无可以让老夫 俯首切尔之辈 从今后 天是我 地是我 清风是我 我是青山 自由自在 哪怕甜诗至此 与我也是平辈论交 你年纪不大 怪毛病不少 要是你一直抱着阴暗的心思 学问 怎会长进呢 你那个天人一般的师父 没有告诉你 唯有正大 才能光明吗 云叶不知道 学问达到宗师境以后 就再无牵绊 老孙知道 却偏偏躲在角落里 看笑话 用那些怪话来劝云叶 说那些怪话的时候 恐怕他自己心里都笑抽了 宗师级的奸细 这需要如何的脑残 才会想出这样的情况 云叶现在很想找个地方 钻进去 要想遮羞 只有暴怒 所以云叶大怒 面红耳赤 冲着梨石就大叫 你们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都躲在暗地里 看我笑话 看我笑话 很好笑吗 我今天就让你们笑个够 梨石不是把树皮抓下来了吗 老子就把这棵树给踹断 飞起一脚 踹在槐树上 光秃秃的槐树 连根枯枝都没有落下来 脚上却传来奇怪的声音 云叶抱着脚 汗珠子刷刷的往下躺啊 自己捏一下骨头 坏了 错位了 梨石没见过 发怒发的把自己伤揉的人 虽然是宗师 那也没有见过 一脸奇怪的 把云叶的脚一拉一拽 就合上了骨槽 手法粗糙 方式粗暴 没有一点美感 和飞麻包一样 把云叶往背上一扔 就回了前院 不敢见人哪 尤其是不敢见 李刚等四位先生 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 美其名曰养伤 怕风 怕光 怕水 就当自己得了 款犬病 是一个待遇 孙思淼上家里来看云叶的伤势 云叶忘记了医生 不可得罪的古训 絮絮叨叨的 把孙思淼 从头到尾 从老友之意 说到同生共死 在批判他无视这些情谊 站在一边 看热闹的大罪 你小肚鸡肠 还埋怨起老道来了 长一颗黑心 做错了事情 就把事情往别人身上推 毫无君子风范 也没有赤子之心 是天地间的垃圾 人间的毒源 老孙骂完了还不解气 借口离石 把骨头接得不对 又把骨头错开 重新接了一遍 手法比离石更加的不堪 哪有一丝的神医风范呢 至于云叶的惨叫 那他就是当成唱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 有声小说 唐砖 姑姑穿着嫁衣来看云叶 衣服上的金子有二斤重啊 别人家用金线压裙脚 云家的人大气 胸前一朵牡丹 光彩照人 太阳底下 不知道的呢 以为穿的是明光铠 姑姑坐在床前 捧着云叶的脸 把脸贴在云叶脸上 一个劲的哭泣 用眼泪给云叶洗了一遍脸 女人哭也就是了 这男人哭个什么劲啊 云叶哑着嗓子 对姑姑说 如果那个老东西敢欺负你 告诉职人 我一定打顿他的腿 话说的威风扒面 只是他忘记了 自己的脚踝 肿得像猪蹄 离时这个老混蛋 居然有脸要求 这嫁妆越多越好 还说自己的小楼过于寒酸 没有前后院子 种个草养个花的都没地方 将来有了孩子呢 全家挤在小楼里 西活 既然侄子是傅家翁 那就不客气了 听说侄子在靠近山脚的地方 有个小院 修得极为雅致 开门就可见山 东阳河就从后院留过 有一个专门的小码头 这空着也是空着 这就搬进去 当心房 闲来无事 泛舟和尚 岂不快哉 云叶怒发冲冠 跳着脚 就要去找离时的麻烦 谁知被婶婶 奶奶硬给架到屋子里 婶婶给云叶 捋着胸前顺着气 怕他呀 给气坏了 奶奶若无其事的说 哎 乖孙啊 一座小宅子而已 他想要就给他 一个学问宗师身份 这哪里都是人上人呢 一座宅子算了什么 有的是人抢着给他 奶奶知道你嫌弃离时的年纪太大 配不上你姑姑 可是你姑姑愿意呀 离时今年59岁了 有时练过舞的人 身子骨强健 你姑姑那时候受的罪太多 就是需要一个年纪大的人来疼 听奶奶的 不要胡闹 好好的把你姑姑送出门 这是一门好心是啊 离时 喜欢古礼 三枚六聘一样不缺 虽然钱财少了些 当他把自己家传的一副铜镯子 当做聘礼送过来之后 李刚 玉山 袁璋先生都说这礼重了 他家里累世清贫 直到他这一代 才可以吃上饱饭 耕毒传家说起来好听 实际上全是血泪 农夫一年到头 能添饱肚子的 那就是腰天之性了 还要供自家的孩子读书 潜随的烽火岁月里 都没有断绝 这副铜镯子呀 是离时先生 王母的东西 进出当铺不下十回 家里三餐不计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会把镯子送到当铺里 然后他父亲就会拼命的干活 把镯子再赎回来 父亲顾去后 赎回镯子的重任就落在了离时的身上 为了这副镯子 离时放过牛 当过苦力 甚至做过人家的纪约书童 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母亲亡顾前 亲手把镯子从手腕上退下来 不让离时把他当陪葬 说是给未来的儿媳妇留个念想 就这样 一口博冠 就把母亲送走了 冠中别无常物 离时一直把这副铜镯子视为生命 从不离身 经常从怀里掏出来擦拭 可无论怎么擦拭 全家的血泪永远也擦拭不去 迎亲那天 离时穿着一席农户的衣衫 赶着牛车 牛瘦的厉害 身上呢 还长着戒选 要多寒酸 有多寒酸 几位老先生 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 让云烈有些狂怒 都不是什么好人 这么重要的婚礼场面 你赶着一头让人恶心的快死的牛 来让云家难堪 离时先生仿佛看不见云烈铁青的脸 也不顾众人惊讶的神情 自己进到云家后院 找着全身珠光宝气的姑姑 抓住云姑姑的手 把那副同志的镯子给云姑姑戴上 对她说 我出身为寒 如今能娶到你这样的高门良缘 是我的福气 只是方家身无常物 只有此物相赠 家母曾视她如命 家父也曾视她如命 此物也为我之性命 如今送于你 只盼你我不离不弃 生同亲 死同果 云姑姑盈盈下拜 气不成声 感谢郎君的深情厚意 在离时吟吟笑意中 还把身上所有的金玉之物 统统卸了下来 只保留了那副铜镯 起去脸上的华装 只穿了他一针一线绣成的嫁衣 再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 就这样被葛依兰山的离时 抱上了牛车 弃云家的豪华大马车 如同无误 临走之时 离时对云叶说 过几天 你到家里来 我设酒款待 说完 就唱着歌 如同得胜的大将军 得意的回家了 星月早就被感动的泪水长流 抓着云叶的衣尖不松手 看着这哭得如同花猫的星月 云叶恶狠狠的说 再过半个月 我就学离时 也找个破铜镯子 这么娶你 如何 星月惊叫一声 不成的 那会被人家笑话 为什么 没人笑话黎石 却都来笑话云家 因为 那是黎石先生啊 他能做 你不能做 我看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以为你喜欢的 真是气死我了 云叶没兴趣 在守在门边 看热闹了 拖着星月就回了府 还没走两步 就听后边这李刚问道 哎 这云家的酒宴在哪里啊 老夫预备痛饮三百杯 云叶哆嗦着手 安排家里的仆役 准备开席 没有新郎 没有新娘子 只有一群老酒鬼 互相的庆贺 酒喝多了 还坐师 坐得很长 很多 星月在云家 比在自己家 还长期呢 啊 指挥着云家 大大小小的管事和仆役 把前来道贺的客人 安排的周到 为成夫人 游夫人 他们 转着圈的夸奖 这小脸啊 红扑扑的 也很得意 客人散尽 星月端着红漆的木盘 给云叶送饭 见云叶正在指挥 伺候云姑姑的丫鬟呢 把姑姑扔得满地的首饰 往盒子里装 还打好了包裹 就问 姑姑不是不要了吗 云叶没好气的说 谁说他不要了 我看姑姑把东西都扔了 以为他不要了呢 你知道个屁 临时临走的时候 给我说 他要制酒请我 那意思就是 催我快点把姑姑的东西 早点给他送过去 还有丫鬟 这老混蛋 不但要名声 连石灰也要 过来 让我靠一会儿 去的受不了了 只要星月在 老奶奶就绝对 不让小鸭他们前来打扰 尽量的给两人呢 留下一片自己的空间 现在倒是 不出那些奇怪的主意了 看来 这奶奶的耐心呢 也只有十几天 叶哥 你会不会说 丽时先生 给姑姑说的那些话呀 一想到那些话 我心里就发酸 星月趴在云叶背上 看他吃饭 当然会说 说的比他好一千倍 如果我用一头破牛 就可以把你取回家 我保证啊 说的让你呕吐为止 心里发酸算什么呀 其实 我也不是非要那么些东西 就是想让人家看看 你是如何疼我的 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我心爱的男子 用最好的婚礼来娶我 这话把云叶掖住了 转过身 对星月说 你是我老婆呀 这事已经定了的事啊 上天把你安排给我 我就会保证 你一生一世的幸福安康啊 男人家只会把田言蜜语 讲给情人听 不会讲给老婆听 他认为 没这个必要 田言蜜语 太空乏 把命交到老婆手里 才是真的爱他 你见过几个男人家 把外面的女人弄回家 再把婆娘休了的 哼 那叫宠妾灭妻 被官府抓到 会 会把妾活活打死的 这就是王法的好处 星月是大唐婚姻法的坚定支持者 对于 这条文呢 熟悉的是不能再熟悉了 他知道李安兰的存在 也知道那日木的存在 但是他很骄傲啊 哪怕是公主 哎 就算是嫁回来 也只能做妾 更何况 从他知道的那些事情里面 可以知道 云叶对公主并没有那么喜欢 这让他窃喜良久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就是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